大家好啊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啊 挺有意思的 分享一下 观察者网有一篇文章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 同时也是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丁一凡 他做客观察者网 一个讲座访谈 叫做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 然后呢 其实说了很多 怎么说呢 丁一凡啊 前面说了很多像通胀如何如何 对吧 他说了一些 像美国呀 欧洲啊 他的这种货币和金融政策 这块咱们相对有些专业性 咱们不好评论 所以放一放 后面说一个什么挺有意思呢 说这个产业链问题 这个产业链 丁一凡提出一些观点 我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 你看观察者网提问 说如今国际产业链 还有这个供应链的格局呢 正在加速重构 美国等一些国家会想办法排斥中国企业 进入他们的产业链 说您呢 就是说他问这个丁一凡 说您呢 一直强调啊 本土产业链的重要性 面对这样的局面 在培养巩固方面 有没有什么建议 断言 对吧 他说了 他拿这个电动车来举例子 说美国之前呢 他说呀 是为了消除通胀 因为美国通胀比较厉害嘛 他就他出一部法案 叫做通胀 削减法案 削减法案 他说这是障眼法 为什么呢 说如果真要反通胀 应该是打物价 这个物价呢 能下来 对吧 这个也是实话啊 但是怎么把这物价打下来呢 可能大家观点不太一样 但是美国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呢 是通过技术补贴啊 他举例来说呢 比如说电动车 说我们中国呀 电动车是我们的核心产业嘛 包括比亚迪啊 造建池 现在各种反正野鸡的电动车品牌越来越多啊 你像我呢 肯定是几乎不太考虑啊 很多什么什么小鹏啊 乱七八糟的 我都不考虑啊 比亚迪呢 品牌价值有点低啊 但是你说 你让这样我买去什么小鹏啊 之类的 未来啊 我也觉得有一点点丢人啊 当然了 你看去哪了 你像前两天 我看一些知难爱论坛 像NGA啊 虎铺什么的 就有人想说买车嘛 就有人提议说 你未来 就是我买 我炮妞买什么车啊 然后就有人说呢 我跟你说 买未来 买小鹏啊 之类的 人说 为什么买这个啊 人说 哎 想炮妞的话啊 你买一台这个国产电动车 品牌一价非常高啊 感觉比什么丰田呀 本田呀 还要好 你看 就是典型的中专论坛 一些常见论调 他们自己平时买不起啊 这些真正好些的车啊 他们要买一些呢 他们认为性价比很高啊 咱不 咱不否认啊 像那么小鹏啊 蔚来啊 性价比可能比同价位的 一些国外的电动车 其实说白了 就是像特斯拉啊 可能要有一些溢价啊 但是不会太高 但是他们就认为 哎 我买一个电动车 国产的 既知识国产 而且还爱国啊 同时呢 哎 品牌价值也很高 这有点自欺欺人了啊 总之呢 电动车在中国肯定是有它的这种发展前景 很多人都认同 对不对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 我觉得有些诡异的论调啊 然后呢 他说我们中国电动车是大国 对吧 因为我说过嘛 这个咱们中国发展电动车 有一个战略考量 就是想弯道超车 你发动机不好造 对吧 那我们都电动车吧 而且万一以后说中美 是吧 有些矛盾 马六甲海峡 啪给你一掐 石油运过来 怎么办啊 那我会有电池吗 对吧 有电的话我就可以功能吗 这个意思 然后说呢 美国啊 给我们发陷阱 说他们通过这个所谓通胀学前法案呢 在电动车问题上啊 他们补贴电动车企业 比如特斯拉 说比如说啊 美国要求啊 说你能拿我补贴的这些电动车公司 电动车70%的零部件啊 必须在美国生产 才能拿到补贴 这的话呢 美国就打造一个 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啊 说现在电动车呢 在中国发展很好 但也有短板 说一些电动车制造企业呢 可能自己短板呢 补不起来 就只有像比亚迪这样的 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竞争吧 说最近呢 你看补贴一下来 特斯拉说这个 开始大幅降价 想利用这个机会呢 把上市上述企业啊 他说上述企业就是这些 像比亚迪这种围领的 这种小鹏啊 未来啊 这种国产 所谓电动车造车新实力等等啊 给他们挤出市场 因为确实你要我来看 都是花二三十万买两车 那我干嘛不买特斯拉 对吧 虽然这个档次不一样啊 但是我还喜欢特斯拉 对吧 至少品牌一价相对会高一些 而中国的一些造车新实力呢 可能因此被淘汰啊 因为呢 相较于全产业链供给的特斯拉呀 这些企业并没有竞争力啊 反正呢 丁一凡他的意思就是说呀 特斯拉对吧 和美国政府这是在使坏 为什么呢 他们可以把我们造车新实力干掉啊 但是呢 说实话 那比亚迪怎么不会被干掉呢 是不是 因为这事实在做技术啊 人家人自己有全产业链 你要怪的话呢 还是怪这个所谓的这些造车新实力啊 除了给你开发系统啊 其他的车的硬件啊 几乎全是贴牌 你要怪怪自己啊 所以丁一凡就说呢 我们比亚迪自己就不怕 因为呢 他掌握了全产业链的技术啊 包括说 锂点池的原料开采 开发提炼生产 对吧 反正全都有啊 全都有 你就是重新洗牌了 这比亚迪呢 也能经收得住啊 这些价格战 其实我觉得挺好 对吧 我觉得这种没有核心技术的 所谓造车新实力啊 光会大广告啊 光会开发软件系统啊 这些呢 你们应该把你的市场啊 让让给比亚迪 当然你说这部分市场 被让给特斯拉了 有可能啊 有可能对吧 但是啊 就算让给部分让给特斯拉了 我也认为呢 呃 比亚迪能多分一点 都是好的 因为你把这些钱呢 给这些造车新实力 你会发现 他真是屁事不干啊 他根本不好 给你搞这种基础的 全产量的科研啊 只有比亚迪在 踏踏实实的在干啊 所以这些呢 饿死了之后啊 他的尸体上 能给比亚迪多吃一口 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啊 然后呢 说啊 现在呢 呃 美国逆全球化措施嘛 然后呢 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完成整个 生产过程的全产量生产 我们就容易被人卡脖子 他举例子说 华为手机啊 原来发展很好 说但其产业链上有圈限啊 就是芯片基本依赖进口 说在美国禁止向华为提供芯片之后啊 华为手机的这个销量呢 突然就大幅下降 呃 销量呢 排名跌出前十 好吧 这个海怎么说呢 我觉得丁一凡这个 可能搞错了 就是美国其实 其实把华为给打了一个大猎起的 并不是这个芯片 主要是这个谷歌存加桶 就是谷歌的这个项目的地图啊 一些服务关联啊 就是谷歌的 我们就俗称谷歌四件套啊 谷歌四件套 你弄了之后呢 这谷歌四件套一旦你舍不了呢 那对于这个外国的用户来说啊 华为就没法用了 对不对 芯片其实都好弄 为啥芯片有库存 你知道吗 他可以把库存清理掉 而且国产芯片也有 你以为这华为自己造了芯片吗 可以造 有这ARM的等等的都可以自己造 所以真正把这华为卡帕子卡到的 还真不是硬件 它是靠软件的一个 一个生态体系啊 就是就很多 非业内的这些网友啊 还关心见证 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过于 怎么说呢 过于盲信硬件 他们认为只要有了硬件 我啥都有了 还真不是 对不对 那你说比如说所有引擎 所有引擎 你说大家都是谷歌 那为啥不是百度呢 那百度不是所有引擎吗 是因为谷歌人家一整套东西 基于搜索 然后进来一大套东西 账号体系啊 对吧 软件生态啊 是吧 操作系统啊 这部分呢 就是人们慢慢都是它的 实实实实 形成一个体系了 最后它等于掌握了一切 掌握了一切 而像那个硬件 你管我硬件 有的有呗 对不对 平时使的时候 硬件决定了 你使得快慢好坏等等 但是快快点去 慢点去啊 但是你说哎 你账号里边所有相关联练的东西 都使不了了 没有地图可以用 没有这个什么登录认证啊 那我靠认证 我使毛啊 对不对 那手机废了啊 那整个人家整个这个软件生态 都是基于谷歌账号体系建立的啊 那自然就没有人用了 至少欧洲 欧洲啊 就没有人用了 对 他也是不全懂啊 专家肯定只懂一面 这也很正常 然后说啊 我们中国啊 就是说呢 应该预防啊 就这种问题啊 要打破啊 这种产业链的这种垄断啊 不怕被人卡脖子啊 只有这个本土生产 安全系数塞会高啊 然后又说这个美国脱钩 是吧 然后呢 美国芯片卡我们中国脖子啊 然后呢 说禁止企业向中国啊 出售这个高制成的芯片啊 这也是实话 就说 咱们是能买到芯片 只不过他们的咱们版本 比他们低的啊 这儿竞争率会差一些 但是这个不 就差 竞争率差一些 差一些呗 对不对 真正卡死孩的话 还是靠软件生态啊 嗯 然后呢 他说些其他的啊 包括说这个 呃 你看这图里这个嘛 包括说这个什么 人工智能啊 芯片生产啊 相关那些芯片 也会禁止你使用啊 或者给你提供慢一些的 就是他一机要赚钱 OK 那就卖你芯片 但是呢 我要保持这个科技领先 那就卖你第一代 甚至第两代的芯片啊 这个思路也很正常啊 也很正常啊 然后呢 说呢 中国啊 应该怎么办 对吧 我们还是要打造全产业链 然后引进国外人才 为什么呢 现在国外通胀很高嘛 失业率也很高 我们中国可以把人才啊 请回来 对吧 加速中国发展 等等啊 都是这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我认为这个丁一凡这篇文章啊 怎么说呢 拍的话有点多 但是也说了些废话 包括说制造全产业链 因为这不是他的说 他不是他的一个原创观点啊 很常见 非常很常见 随便看一个进程APP主 都知道要做这个全产业链 这块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最多是呢 评论区一篇文章啊 这个其实才是核心啊 挺精彩 我们看一下 77个才两个赞啊 他说 我对丁教授啊 有关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论啊 不敢苟通 首先他说 卡我们脖子的是政治环境造成的啊 非商业环境啊 非商业环境啊 他说就拿光刻机来说啊 他说荷兰啊 不买某光刻机啊 并不是说那个荷兰不想卖 是美国不让他们不让他们买啊 制裁他们啊 然后你说对吧 那个成米管辖啊 这个成米管辖手也砍了啊 其实这个事就解决了 说我们中国对吧 嗯 光刻机能不能啊 研发出来 他说当然能 这是时间问题 说只要不是外星文明啊 其他的所有东西 美国能造的 我们也可以造 对吧 多花点时间成本啊 这话倒是也在理 他说你看荷兰啊 一个脸盆大的 一个脸盆大的小国 就能有一两个啊 关键产业呢 发展起来一时无忧 能不是废话吗 人人国家小好吧 人国家小 你就是传选好掉头啊 对不对 人家自己有一两个 支撑产业啊 就可以就说呢 嗯 占据一个生态位 这太正常了啊 你有像沙特 对不对 就卖石油嘛 那那是大国行吗 大国可不行啊 那那荷兰被卡脖子 要死要活的时候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啊 你现在觉得这个欧洲抱团 大家抱成一体 挺好啊 欧洲欧盟老大哥护着 但是一旦呢 一旦欧盟不行了呢 对吧 你怎么办 对不对 甚至欧盟自己内乱了呢 你怎么办 对吧 你买粮食 对吧 买其他东西 你们还是得去买吗 你要没有的话 就得乞讨啊 然后说呢 就我们啊 把EUV造出来呢 这个产业在荷兰 就会很快没落 他们是恨美国呢 还是恨中国 就说他人家 就我们只要造出来了 光刻机相关的这种产品啊 跟荷兰同台竞争 那荷兰就会恨我们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美国逼着他 逼着他们把东西不能卖给我们 导致我们不得不自言 一旦自言 我们造出来了 荷兰就会恨我们 他说他们会从 说荷兰啊 从市场营销上 就想当人的恨我们 美国呢 在全世界啊 给我们恕敌人 这么一来呢 我们的敌人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对吧 他说荷兰会因为啊 卖不了我们东西 导致我们自言 自言完之后呢 荷兰就会恨我们啊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说我们应该先向实验 表明我们有这个实力 但是出于呢 对全球产业链的考虑 从商业角度 向全球采购 也就是对产业链尊重啊 挺好意思啊 没有这个实力的 美国都有核心技术 他只会把这东西呢 部分让给 比如日本 部分让给韩国 对吧 等等啊 包括台北省 他都是部分让赌给他们 替我干活啊 但是哎 如果说你不听话了 我想收回来 我只用一很低的成本 我就能把这些收回来啊 这目前只有美国能干的 当然我们中国也应该这样啊 那我们中国是 怎么突然掌握了 天顶星科技文明了吗 一下就能这么霸气了 挺逗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哥们 是不是在梦游啊 所以我们应该向全世界表明 我们有这个实力啊 这些话说的特别大些啊 特别的这个拉风 但是呢 我们完全走不到啊 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做到啊 那问题是 我要真的有这个实力了 对不对 那我甩开你自己干就好了吗 我还 我为什么还要霸气你荷兰 对不对 我能造的东西 你荷兰能造的东西 我也能造了 对吧 那我为什么还要关心你这个朋友 我们是商业 我们是商业竞争对手啊 所以哥们逻辑很好意思啊 分享一下 说 荷兰反正就是说 怕荷兰这个 是吧 跟我们关系不好 说我们很多时候啊 总想私下里解决一些问题 给外界一些猜疑 然后呢 主动牌变成了被动牌啊 然后呢 让西方些国家非常担忧 自己的一些优势产业 有一天被中国抢走 而不敢和我们合作啊 就说哎 千万不要得罪这些啊 现在还在靠他们的技术 卖我们 我们出钱 他卖技术 对吧 不能得罪 不能得罪这些人 为什么不用得罪呢 因为他们会从政治上 恨我们 我靠 对 本末倒置吧 我的目的 哎 我跟你这国家关系好 是我能得利啊 对吧 那那哦 就是我因为我怕你恨我 所以我不发展科技了 是这意思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殖民主义思想啊 或者被殖民主义思想啊 但我还举个例子 就是叫金属激光自动切割机 原本是abb和就是这是美国公司啊 和日本两家企业的拳头产品 人家也也没卡我们脖子 我们完全可以和人家合作 在中国设厂 生产产品啊 就是你看abb和日本对吧 这两家公司 人没卡我们脖子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生产嘛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设备嘛 然后呢 说这么一来 一可以卖个好价钱 企业能盈利啊 你看你看说 二啊 是购买客户呢 也能盈利生产出来的产品 卖个好价钱 你看 就是卖设备的能盈利 像abb和这家日本公司 然后呢 买他们设备的这些企业呢 也能盈利 为啥呢 他说能卖个好价钱 什么是卖个好价钱呢 就是我卖东西贵呗 我把这些这些 这些我做的下哪来的 对不对 那就是市面没有这些产品吧 你只能用我的 用我们的这些高端产品嘛 对不对 那咱价格就贵了嘛 他举例子说 但是自从深圳和武汉 加入研制后 机械从百万跌到十万一台 一夜间呢 冒出来商丸家加工企业 结果是无限内耗 全部亏本 现在一千八瓦的设备 在二手市场 两万都能买一台 但又谁敢买呢 他举例子 这个屁股漏出来了 说我原先和生意伙伴 买了一台进口中型 大理石表面杂质激光 去除机 对外加工 刚开始呢 国内没有同型产品 所以生意火爆 说每块加工费 都在26块左右 雇的工人的每月工资 都有12万块 说呢 可自从有了国产后 价格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价格只有四分之一 买的人都去买那个了 对吧 很多人都去买 这个四分之一价格的国产货了 现在加工费呢 只有四块四五块 连电费都补不上 只好退出这个产业 闲置设备 在那里呢 6万也没人买 那些造国产的厂家 就是卖国产设备的厂家 倒也差不多 他们就说 他们是赚了还是赔了呢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说去年去伊朗中部 找到一家非常好的 大理石生产产家 大理石花纹非常漂亮 但是呢 不便宜 在这个国内的高档装修 绝对有市场 我们谈好价格 直接进口 可是好景不长 在一帮广东商人 很气烦 广东商人 从巴基斯坦 土耳其和亚伯尼亚 弄出来的一大堆 冒牌 伊朗大理石大败 你看他说是冒牌的 对吧 那卧槽 人家冒牌的 如果说用户又不是瞎子 对不对 人看 你看这个质量差不多 那问题是 你是正品 对吧 你是A货 人家是盗版的 你人盗版的 但人家看起来 看起来也是A货 对吧 这边摸起来像 闻起来像 对吧 触感什么的都像 那他不就是A货吗 对吧 人质量跟你一样 那你这个所谓正牌 有个毛意义呢 于是说我们摊好价格 说直接 就说反正被盗版 这些盗版的大理石打败之后 现在一两大便商人 不敢 根本不敢向我们的市场出货 因为劣币驱逐良币 国内很多用户 怕上当 拼命压价 也失去了对优质产品的兴趣 但是他还是想做他的高端市场 然后后来 广东那边 搞起一堆 人工仿制 伊朗大理石的盐版 价格再一次被打低 就没了市场 说话题回到EUV 我们肯定能造出来 但是加工出来的产品价格 也会垮掉 到那时候 有哪家公司肯花钱买设备 生产产品呢 有的是吧 对吧 我光刻机的相关设备 假如很便宜了 对不对 你是担心没人生产吗 那没人生产就倒掉 对不对 那最后上来的这些公司 他可以赚钱 他可以赚钱 对不对 最后你说便宜的是谁 便宜的是消费者 我们消费者能以很便宜的价格 买到手机 不开心吗 不开心吗 那我们中国手机 就是比别人便宜 你不想到 第一端 低价的光刻机 导致的我们的中国的手机 能向全世界清销 这根本是没有清销这种概念 我们就可以占领全世界市场 根本说 市场垮了 设备有什么用 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 你可以吃到七八块一斤的猪肉 但你有想过养殖户亏本吗 想过 对吧 养殖户亏本了 那价格就高上去了 因为没人生产了 那到时候价格又会回去 又会变高 这不是很正常的自由市场 亚当私密的看不见手的调控吗 所以一旦说亏本了 谁会扩大晨能 向市场长期稳定 投放肉类 这样一来 你会吃到比以前更贵的猪肉 供应还不稳定 那那么我们活该 这是市场的经济周期 好吧 说阿斯麦就是光刻机生产商 在中国研制出光刻机以后 产品消亡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我们的产品 倒未必能大卖特卖 无形中还将与我们 与其他国家贸易交往中 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猜忌 是双输而不是双赢 所以人家可不认为 中美博弈 是怪美国 都怪你 就会给美国的增加朋友 美国巴不得你这样 是吧 就是我这哥们脑子很奇葩 说白了 他自己过去玩了一些高端东西 因为价格战吃亏了 所以他怪什么 他们就是怪我们中国 掌握了这些东西的生产能力 怎么办呢 他想的主意是 这些生产的东西 必须由外国 这些成本很高的公司 来提供这些生产线 或者生产设备 比如光刻机 比如说打摩机 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把这价格拉高 这样消费者 就只能买的高价格的东西 这样他们就有的赚 那消费者怎么办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对吧 唯一考虑到就是说 这些人 那以后 对不对 我们都饿死了 我们这设备生产商 这个代理商 生产商 我们都饿死了 你价格不还会变高吗 对吧 那变高之后 那肯定又有人开始重新做了 开始当代理商 开始生产这些设备了 这没个循环吗 我不知道这哥们怎么来 这种最基本的东西 都不懂 所以你看 说的头头是道 有理有据 但是最后的结论 感觉很可笑 很可笑 这哥们 我觉得最后 他都没有明白一个事 就是外交是服务于实际的一些利益的 比如军事 比如经济 比如生产 比如工业 比如文化 对吧 不是反过来 说我们的东西服务于外交 你服务本家外交 你没有实力 你那外交有什么意义呢 就刷压口感值 你是在追女神 对吧 就好比说你追女神 对不对 然后女神不鸟我 哎呦 那我这个对吧 这个可不能把关系破坏了 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你追女神的目的是 能把她娶回家 当一个女朋友 就是啪啪 对吧 你这都干不了 你光在这刷压口感值 有个毛意义啊 给人送钱 有毛意义啊 对吧 好吧 反正非常挺逗的 就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收藏啊 订阅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